我现在位于泰国最大的购物中心 这里也是整个亚洲最大的商业综合体 耗资540亿泰铢 带你们去看看有多豪华 环球旅行我们在泰国的第14天 大家好我是夏天 大家好华姐 昨天我们去逛了大皇宫阵王庙 今天我们要去逛逛街了 因为说来到曼谷就是要逛吃逛吃 我们听说这里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购物中心 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走着 我们今天还是来这个考山路码头 坐这个轮渡可以过去 这里面已经好多人都在这等船了 就在这里买票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线路图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 考山路这 然后一直坐这个轮渡 可以经过他这很多的这些景点 看像沃活寺呀镇王庙呀 大皇宫 我们昨天都是坐轮渡过去的 今天我们要坐到这里 先罗天地 他这里坐车呢就是单次 一个人是30泰铢就6块钱 你要是坐全天的不限次数 就一个人是150 也就相当于30块钱 你只要在这一天内 你随时上下都可以 我们坐个单趟的 我们身上没零钱了 是1000元的 然后他给我们说找不开 我们去超市换点零钱 这里面有好多卖这种服装的 买了两杯冰拿铁 然后现在可以去买船票了 上船了 今天38度的高温啊 还是很热的 我们先坐这个烫屁股 哇这二层上面好晒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的外观啊 然后有两个这种商业中心 还有这种高端的公寓住宅楼 这里晚上的时候说是有这个 喷悬啊 哇这一进来超级凉快了 对 这边感觉很舒服 对 这一片有很多的餐厅 咖啡厅 今天居然忘了戴外套 我进来走一会儿 我就觉得有点冻得着不住 好冷啊 好冻 华姐还好是吧 我觉得特别冷 可能是身上这个衣服出汗了都湿了 一进来一吹冷气特别凉 看这里面还有个大超市 你看这有好多卖水果的 99泰铢 牛油果 好大 很甜 你看这写的中文 很甜 这一盒是500泰铢 也就是100人民币 这边有卖肉的 这是猪肉 610 100多 一公斤 在七楼啊 七楼这边一上来啊 就是泰国最大的星巴克 这个星巴斯克两层 对而且好像最大的那个苹果 也是在这上场 是 从这个地方出去 在那个露台上面 就可以看到整条这个梅南河 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水墓 这是 这是几楼 这应该是六楼 这下面这一层是六楼 嗯 然后呢有一个水墓 快漂亮的 这站得远拍不出来啊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我们在这看一看 这边的视野很好啊 哇这样子看对面感觉还是蛮繁华的 对 你看底下就是梅南河 嗯 啊 这个视野的曼谷 还不错啊 对蛮漂亮 就是梅南河的水质不太好 好浑浊 在这里喝一杯咖啡啊 嗯 最后就是有点热 哈哈哈哈 我们从这里就能看到这个泰国第一高楼啊 给大家拉近点 大京都大厦 然后也被大家称为像素大厦 因为它这个造型啊 就说像那个像素一样 高是320米 有77层楼啊 也是这个泰国的新地标 刚刚在商场里面把人冻的要死 这一出来又把人热的要死 就是一出来就开始出汗 这在这个地方老是一热一冷一热一冷 都是极端的啊 我们还是进去吧 太热了 这里就是刚刚我们上面看的六楼了 也有好多吃的 而且这里的米其林餐厅还挺多的 对 看着往下一层一层一层的 它底下五楼好像有很多的儿童游乐区 我们现在这一层四楼这一层放眼望去 感觉有很多的这个数码科技产品啊 然后在下面一楼呢就能看到好多的这个品牌 像这个服装鞋帽香包都有 据说在这个里面呢好像有超过七千个泰国本土以及国际大品牌 在这里面啊像那些什么LV啊 Cucci啊爱马仕这里面都有 华姐我觉得我们不然直接去我们感兴趣的那一层 对找吃的去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室内的水上市场呢 咱们去看看 逛吃逛吃 哇那香味了 哦这会儿也有点饿哎 嗯我也是饿了 在泰国吧热的没胃口但是饿的也好快 哦看朋友们这里就是水上市场室内的哦 按那里鞋的水上市场这有一条像运河一样的 对 微缩版的 这个市场还挺大的 看往那边走都有 嗯这边也都有这边有这种烧烤海鲜类的 哇这个大鱿鱼是200泰铢40块钱一个 嗯然后这个小的这个鱿鱼是30人民币一串 哇它这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啊 对啊 哇这边还有这个虾 嗯哦这有很多的这种饭 这个对海鲜饭 对海鲜炒面 然后还有这个海鲜炒饭 嗯这个也是海鲜炒饭 这种是辣的这种应该是不辣的 一百五 一百五就三十 嗯 你看这吃的人还蛮多的呢 啊在这里来的基本应该都是游客 哦这个牛油果够大 给华姐来一个牛油果汁 啊这个 十六一瓶 八十台猪 嗯好喝 哇这个烤猪 但是它不是煮猪啊 好大一只 对 这一盒是一百六 嗯要不要尝尝 听说他们这边的猪肉很好吃 那也可以尝尝 一百六就三十二人民币 这是炸猪肘 哇这个看着感觉很香的样子 哇这个更大嘞 二百三百 哇这边可以用那个啥哎 支付宝 微信 脆皮猪肉 那这是蟹肉 这个多少钱 二百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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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二百两个就相当于一百一个啊 四十块钱人民币 对 然后他要给稍微切一下 还要给加热一下 然后看看还有什么 嗯 这个想吃啊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是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一百 一百 那再拿一份 拿一份这个 一百就是二十人民币 嗯 各种来一点 人好多呀 对这让人太多了 我们在这尝一尝 我们先尝一下这个脆皮猪啊 它这是辣酱 我不敢吃辣的 我先吃一下这个肉 咋了 没有太特别的味道 蘸一点点我先尝尝辣不辣 嗯 哇 辣 辣的哈 但是蘸上好吃的 就是有点辣 酸辣的 嗯 这什么肉 对 感觉是应该猪肉吧 这个酱不知道是不是辣的 嗯 这是甜酱 甜酱 嗯 这边是肉 就像那个 小那个肉丸子的那种肉馅 也 它就给这个蟹壳里面弄的肉 然后这个黄 甘酱吃没啥味 就要蘸他们这个酱 对 这个酱还不错 来华姐尝尝这个 先尝个原味 嗯 嗯 看看 这什么呀 看不出来 酸菜吗 吃不出来这什么的 感觉像泡菜 有点像泡菜的味 甜的 哇 这个酱 这个酱 好咸 然后带有辣 还有甜 我以为就酱油呢 没有 不是酱油 哦 这里边还有好浓的胡椒味 你看华姐吃的这个感觉像是泡菜 这个绿的就是 酒菜 对 像是什么菜的这种 嗯 我们发现我们吃他们这里面的食物 有些食物看着的时候感觉还挺有食欲 吃完了慢慢的突然就食欲开始减弱吃不动了 对 其实我俩刚刚感觉没有吃太多 但是一吃完一下子 就是不是很想吃啥东西了 就是 好 牛莲过来 拍照免费 拍照免费 谢谢 拍了 拍了 50猪 拍你50猪 OK 谢谢 谢谢 好幽默 她说拍她50猪 拍榴莲免费 这边当地的人还是很热情 也很有善啊 还是游客特别多 所以这里面的消费的价格不算低 嗯 比他们正常就是本地市场上的价格要贵一些 对 这里也有很多这种特色服饰 可以逛逛也蛮有意思的 哎华姐这种感觉很棒啊 很有意思 对 看水上市场 哇 在这个角度看 看的比较全了 我又买了一条裤子 就是 这种的啊 这个面料又感觉舒服一点 宽松一点 因为我 我身上的这条好像质量不太好缩水了 不是150就30人民币啊 还有她这还有这种民族服饰也好漂亮 哎 这里还有很多的这种编织的 包包 筐子 对 这是木雕的小大象 我又重新买了一件衬衣 这个衬衣的面料舒服一点 1000泰铢也就相当于200人民币 因为这质量舒服一点比身上的 我俩没看表啊 刚刚一看表不知不觉的 我俩都在这里面逛了四五个小时了 曼谷这里真的是适合逛吃逛吃的地方啊 对 如果喜欢购物的朋友到这边的商场 估计能逛个三天 嗯 喜欢美食的朋友也可以到这来看一看逛一逛 对 而且那个店真的也比较多 好了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